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機師周更真 今天是4月26號星期三 祝福大家小週末愉快 昨天晚上的美股 跟台紙的夜盤 是持續的在下跌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目前的盤面真的不用去擔心 很多人會去擔心說 台股會不會複製去年的走勢 會不會反轉向下變成空投 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不可能 不可能演變成去年這樣子的走法 因為這是一個週期 所謂的週期就是空投走完 它會有一個循環 進入到多頭的出身段 所以其實所有的行情 它裡面一定都是會循序漸進 會有一個週期跟一個段落 而不是說 應該是說 沒有發生任何的情況 或是說突發的事件 不可能從一個原本的大多頭趨勢 直接轉成空投趨勢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不可能演變成去年的行情 那就像我們 其實在昨天的盤後節目 在我的Line好友跟YouTube頻道裡面有 Line好友可以直接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可以加入 昨天我們的盤後節目也有提到就是說 有人會覺得說會不會跌破去年的低點 一萬兩千點 就像我們講的 如果真的跌破一萬兩千點 拜託你一定要All in去買股票 這就是送分題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而且基本上是不可能會這樣跌 因為就像我們這幾天一直在強調邏輯 一個完整的多頭行情 裡面一定會包含三個階段 不論如何一定會包含三個階段 出生段 主生段跟末生段 出生段 主生段跟末生段 它的時間不一定 可能說出生段走個半年 主生段走個兩年 這都有可能 但是不論怎麼講 一定會經過這三個階段 就是在沒有發生任何很重大的 利空的情況下 像是疫情 像是烏二戰爭 這就叫重大利空 這算是例外的事件 但是在沒有發生這種重大利空之下 一定會走這三個階段 完全不用去懷疑 所以很多人擔心 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怎麼看起來有一點 岌岌可危 好像有點要反轉 會不會複製去年的走法 不可能 你要說從去年的空投行情 跳脫出來 你才會覺得 因為說 去年空投行情 本益比會一直被下修 但今年不一樣 今年是長多格局 長多格局 本益比是會一直被上修 所以當很多趨勢性的股票 好股票跌下來 這些我們都是要去找買點 所以我們回到台股來看 以台股來講 你說台股接下來 它會怎麼走 會不會再繼續下跌 因為昨天台股跌了256點 貴買指數跌了快3% 坦白講這個跌幅是算重 但是如果說去看大格局 你說接下來台股它會怎麼走 因為台股這個時間點 它算是出身段 那就像我們講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 法國股市跟德國股市 就像我們年初一直在強調的 到現在還在驗證 我們從年初一直在強調 今年上半年 國際股市的領頭羊叫做歐股 不是美股 那你去看 法國股市 德國股市 真的是一直在創高 所以你說接下來台股會怎麼走 我跟你說 去看法國股市 去看1月份的法國股市 你就會知道台股接下來會怎麼走 來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如果說我們做個簡單的比喻的話 其實台股目前的位階 就真的有點像是1月的法國股市 來你去看 這是台股 台股目前長這個樣子 黃色這條線是年限 240字的移動平均線 那我們就用年限來看 其實我們把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 台股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這是不是已經高檔是不是主升段 就像我講的 格局要夠大 要賺大錢格局就要夠大 來你去看 其實台股從低點反彈上來 對比上去年的高點 這個東西叫做出升段 它其實真的還沒有說出現一個 比較主要的行情 就叫出升段 好 那如果說我們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去看 台股當前的位階 就像是 1月份的法國 這裡 法國股市 是不是 沒錯嘛 法國股市當時在1月份 也是剛剛站上季線 12月到1月這個位置 剛剛站上年限 剛站上年限 稍微震盪一下 繼續往上攻 所以你這樣稍微去對比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才叫做真正的主升段 那這一段叫做出升段 所以你看喔 台股其實就是在走 法國股市1月份的走法而已 這樣子的心態 所以你去想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喔 假設你知道法國股市 接下來會這麼走 你在1月份 會不會去大買股票 去思考一下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就是說 台股接下來 早晚一定會走 歐洲股市這條路 進入到主升段 既然說一定會走這條路 現在不就是買點 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這樣告訴大家 經過2到3個月 或是說一季過後 你回過頭來看 那你一定會感謝你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下去買股票 因為這就是一個循環 這就是一個多頭走勢裡面的循環 好 那就像我們講的 你說為什麼歐洲股市 它能夠先走出主升段 但是台股還停留在出升段 甚至連美股也是喔 美股走勢也是蠻爛的喔 美股跟歐股比起來 美股也是很爛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像我們講的嘛 主要就是在營收啊 法國股市因為說 法國跟德國股市 因為電子比重低 大概都不到10% 都落在6到8%這之間而已 電子比重低 所以它的營收是開得出來 不會有庫存的問題 那營收開出來 自然會先進入到主升段 那台股不一樣 台股因為說電子比重 至少是六成起跳 六成起跳 所以營收開不出來 出升段的時間就會拉得比較長 所以我可以這麼說 你說台股接下來會怎麼走 請你去看法國股市 你去想一下 在一月份 法國股市你會不會去大買 如果會 現在台股就是要去做大買 所以這樣的邏輯 你知道之後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會強調 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一定要去買股票 所以其實這個邏輯我相信 多數投資人都了解了 就是說知道台股現在就是一個長多趨勢 所以對於便宜好股票 拉回來我們就要去做買進 所以相關的一些邏輯 大家一定要加入我們的LINE好友 裡面有所有你想知道的東西 包含標股 包含一些個股的分析 還有一些總經面的東西 直接用手機打開手機的相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com 大家可以自己加入去看 好那回到重點你去看 既然說台股沒問題 長期趨勢沒有問題 拉回來對於便宜好股票 就是買點 這個邏輯我相信八成的投資人 你都已經懂 尤其是如果你看我們的節目 這樣這個禮拜這樣每天告訴大家 每天告訴大家 你一定已經了解這個邏輯 好但是現在重點來了 便宜的好股票 好公司拉回來可以去買進 可以去找買點 逢梯找買點 道理大家都懂嘛 誰不知道 好股票拉回來可以去找買點 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實際做起來 這個難度就很高 你想一檔股票 什麼叫做拉回去找買點 拉回到多深可以買 拉回到什麼價位可以買 我們要怎麼去買 這些都是重點啊 就是說好股票拉回可以買 全世界誰不知道 但拉回到哪裡可以買 這就是重點 所以你看我這樣舉幾個例子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在這樣子的盤面之下 產業加數字 它的優勢會被放得這麼的大 因為有時候說 你隨便去做低階 可能說 好跌了10% 你去低階 還有另外的10% 又還有另外的10% 就是說它這整段 可能要跌個3 40% 結果你在10%就去做低階 後面不就白賠了 所以你看3661的四星 你可以發現到 通常我都是跟大家說 跌下來我會告訴大家 買點 沒錯嘛 我會直接跟大家說 這是一個買點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在上禮拜五的四星 我沒有告訴你這是買點 還記得吧 我是告訴大家 四星買點還沒到 等到1100以下 這才是一個最漂亮最甜的價位 記不記得 上禮拜有跌下來很多人在問 跌停板的四星能不能去買 強勢股的拉回 公開告訴大家吧 買點還沒到 1100以下 才是一個真正的低風險 而且高報酬的買點 昨天有沒有 又殺了一根7%的長黑 這就是我所謂的 大家都知道好股票 拉回可以去買進 什麼價位買才是重點 你看喔 上禮拜五隨便你去買 如果說看到這一根長黑 下去做低階下去做買進 昨天現賠10萬塊 不誇張吧 上禮拜五買昨天現賠10萬塊 是不是 那你說為什麼我要等到1100 我再下去做買進 靠的就是產業家數字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四星它是IP系制裁 先進製程 AI相關的IP 趨勢性絕對是沒有問題 因為說它是IP 所以本益比基本是30倍起跳 對於一檔IP股來講 30倍的本益比很低喔 前年的IP這種都是噴到 百倍兩百倍都有 給個最基本的30倍本益比 但因為說現在的大氛圍不好 所以我們就去抓一個最低的EPS 四星今年要賺36到40塊 那因為說目前整個行情算是有一點震盪 所以我們就抓36 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 那以36元的EPS來講 搭配上30倍的本益比 不就是1080元 所以當你掌握了產業掌握了數字 你就會知道說這檔股票 它的建議售價大概落在什麼樣的價位 那我們只要在這個建議售價的底下去買 這就是真正的低風險而且高報酬 所以你看 1100以下 你說最漂亮最漂亮買點 當然是1000元以下 以四星來講 問題是1000元以下 我覺得難度很高 就是說要跌破1000元的機率很低 所以我們就抓1100元左右 1100元以下 這就是一個便宜的買點 所以當你掌握了產業掌握了數字 你就會清楚知道 這檔股票跌到哪裡可以去買 那當還沒有跌到這個價位 我們就不要隨便去出手 有沒有 如果說好 你是一個很積極的投資人 反向在這個位置下去做放空也可以 昨天也是現賺一根跌停板 那你瞭解到這樣子的價位 昨天很輕鬆就是避開一根 接近10%的長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強調說 其實掌握產業跟掌握數字 可以解決你操作上90%以上的問題 真的不誇張 尤其是在目前的盤勢 所以這也是說為什麼 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產業加數字就是我最擅長的 那產業加數字 我們可以把整個操作變得非常的具體 什麼點位要買要賣你都很清楚 創意也是啊 來你去看 參試試算的創意 上週也有特別強調 創意買點還沒到 不要去亂接是不是 昨天一根跌停板殺下來 你去看喔 因為說在節目上我比較少講空 但是如果說 如果說你是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聽到我們這樣講 你在上個禮拜去放空 昨天一樣是輕鬆賺到一根跌停板 上禮拜也是強調 創意的買點還沒到再等等 那你去看 也是一樣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創意是做先進製程的IP 本益比基本30倍沒問題 因為說創意在今年 預估30到32 目前的氛圍不好 抓個最低限度的標準 30元 30元的EPS 搭配上30倍的本益比 合理建議售價就大概是900塊錢左右 所以在900塊錢以下去買 這就是真正的低風險 而且高報酬 所以你這樣是不是就很清楚 你會知道說 這檔股票我要在什麼價位以下去買 才是真正的最低風險 最大的報酬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長期以來 績效都可以保持在這麼高的水準之上 因為我只會堅持去買 低於建議售價的股票 這些便宜的好股票 我們都只會去買在說 它一個最低風險 最高報酬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時間 其實很多這類型的股票 我們都是在等一個好的買點 所以真的要把握機會 因為說這一次的急跌 整體大格局不會去反轉 就是說可能會震盪 可能會修正 但是大趨勢不會改變 既然大趨勢不會改變 對於便宜好股票來講 拉回來這就是很好很好的買點 把握機會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能不能續報 能不能加碼 廣告時間 歡迎打電話進來 那廣告時間 也記得先加入我們的 Line好友 小老鼠 W178 W178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這個觀念 我們大概講一個禮拜了 就是說 台股完全不用去做擔心 大格局沒有變 這大家都已經了解 但是現在重點來了 什麼股票可以買 什麼股票 我們要優先出場 就會變成是現在的重點 所以你去想 我知道說目前的盤勢 是比較混亂 可能說大家疑問會非常非常的多 說這檔股票能不能續報 能不能加碼 幹嘛幹嘛的 那就像我講的 其實你只要把 產業加數字 套用上這檔股票 你只要說好 你手上這檔股票 它的合理的建議售價是多少 其實不論說你要去續報 要去加碼 通通都沒有問題 所以就像我們一直強調的 掌握的產業 搭配上未來的預估數字 操作上90%的問題 通通都會解決掉 所以有任何的疑問 或是你想知道的任何東西 在我們的Line好友裡面都有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拿起手機 用手機的相機直接掃描 就可以加入 大家可以自己去裡面尋寶 好 那你去看 創意跟市新 就像我們講的 就算要去低接也不是亂接 不是說看到跌就去接 要去判斷什麼樣的價位是低風險 而且高報酬 是不是 創意輕鬆避開一根跌停板 市新輕鬆避開10萬元的虧損 如果說你是積極的投資人 上禮拜反向去放空 輕鬆賺10萬 反向去放空 輕鬆賺到一根跌停板 這就是產業加數字 好 那我們反觀 因為創意跟市新是上禮拜 特別拿出來提醒 買點還沒到 跌下來 那你再去看 反觀像是其他的6811的宏基資訊 宏基資訊 這是我們上禮拜在強調 震盪要去找買點 因為它的位階不貴 6811的宏基資訊 就像我們講的 AI軟體的服務商 今年要賺12到13塊 只要你看 在這個時間點 只要你看到 跟AI相關 AI軟體相關 AI整合相關 就是說跟AI相關的所有供應鏈 本益比20倍起跳都差不多 因為說它這個東西 是很新的產品 像是當時元宇宙 所以它一定可以享用 比較高的本益比20倍起跳 6811的宏基資訊 來去看 這個位置 我們在220到230這個位置買 4月19號 一根漲停板256 4月20號 創高273 開高走低 當時我還特別強調 不要去看技術面 不要去看技術面 就覺得好像高檔怎麼樣怎麼樣 你去看 如果說單純去看技術面 這個型態是很糟糕的 開高走低 中場跌了5%還爆量 怎麼看這裡都是要高檔反轉 但是我告訴大家 股價還不貴 隔一天小幅震盪 還是告訴大家 股價還不貴 你去 你去 思考一下 為什麼四星跟創意 我會告訴你 先不要買 但是紅旗秩序 我會告訴你 震盪這裡 就一定要去留意買點 4月24 輕鬆一根漲停板 昨天 盤中又是大漲了8%以上 最高來到298 從220到230開始佈局 漲幅租租30% 昨天又在創高 是不是 這就是產業結合上數字 得出來的產物 在這麼爛的盤勢之下 貴買指數大跌快3%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跌幅 昨天加權指數還跌了256點 接近300點 在這麼詭異的盤勢之下 還能夠大漲30% 誇不誇張 其實是不誇張的 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是 你了解產業 加上未來的預估數字 這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就是說你不會覺得它漲上來 好像特別的驚喜或怎麼樣 就是說它這個東西 是它本來就應該要走的路 尤其是現在是一個長多格局 在一個長多格局裡面 就像我們講的 好股票市場一定會買單 它早晚都一定會漲 所以像681的宏祭資訊 你就去思考這個問題 為什麼同樣都是上週在講的股票 市新告訴你買點還沒到 再等等 真的跌下來 宏祭資訊告訴你 震盪你要去找買點 這幾天就創高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主要就是因為說它的位階 位階的不同 操作方式當然也不同 220到298 在這種盤勢下賺到30% 非常非常的不錯 8091的祥米 祥米也是 你去看 90元上下去買進 一路往上拉 最高114 就像我講的 這是標準的強勢股型態 沒有錯 強勢股的型態 往上拉 那你說 好拉回到哪裡 我們可以去做買進 就像我講的 只要低於100 都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你去看 這真的就很誇張 我們說低於100 當時有講 今年EPS 9到10塊錢 只要低於100 本益比就不到10倍 這就是確定便宜 而且低風險高報酬的買點 上禮拜五 跌破100元 最低到了99.9 就一跌破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有人 掛在100元以下下去等著要買 99.9 馬上往上拉 有沒有 稍微的跌破100 4月24 隔一天馬上 漲停板 接近漲停板 最高到111 很輕鬆就賺到了10% 昨天 相對還是強勢啊 整體格局 比大阪強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 在這個時間 機會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只能說 這是一個 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因為 因為台股目前是出生段 只有在這種出生段裡面 你才會看到說 這麼多本益比不到10倍 或者說10倍出頭的股票 我跟你保證 我們要換個角度去看 假設說 你現在去找法國股市裡面的股票 你絕對找不到什麼本益比不到10倍的股票 他未接就被墊高了嘛 所以你真的要賺一筆大的 要賺一個大波段 現在一定要去買股票 因為 這個真的就是 送分期 太便宜了 包含像是6874的倍率 來去看 這也是啊 AI軟體代理相關的指標嘛 4月24 一根漲停板 也是告訴大家 昨天 跳空上去 直接鎖死 最高到199.5 有沒有 他的本益比已經到了40倍 其他的AI軟體相關 天花板就會一直被墊高 一直被墊高 這就是產業的邏輯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尤其是滿手現金的投資人 這一次的集碟 對於很多好股票 這真的是 一次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不知道該買還是該賣 到底能不能續報或是說加碼 歡迎利用盤中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詢問 或是直接私訊我的LINE好友 給我你的股名代號跟帳數 都會去幫你做評估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度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